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这标题说的是 What acts of chivalry do you enjoy receiving? Chivalry是什么? 歧视精神 你喜欢接受什么样的歧视精神的行为 所以这问的是女性同胞们 歧视精神很多人说 歧视精神已经死了 你觉得西方的歧视精神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其实我们现在想到的不外乎 就是帮人家开门拉椅子那些的 甚至是可能女生要走过一个水洼的时候 你把你的外套脱下来 铺在地上让她走 我们看过这样的画面 所以这就叫做act of chivalry吗? 或许吧 我们今天会讲到两个字 我们先把它讲掉也无妨 就是在西方的这个 就英文里面有两个男生的形象 如果我们今天只把性别讲成二元的话 一个传统男性的形象 一个就是knight in shining armor knight也是骑士 就是全身穿盔甲 然后皇后或者国王给你受风 拿那个剑在你肩膀上砍一下砍一下 大概看过这个画面吧 所以那个叫做knight 我们讲骑士精神是shivalry 刚刚看过这个字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并不是我们所传统理解的白马王子 白马王子在下面 所以他其实也就是一个拯救人的人 就叫做knight in shining armor 他是拿来屁人家 中文有写 帮人排忧解难的英雄人物 所以他今天来解救你 他就是你的knight in shining armor 你现在处于一个很不愉快的婚姻中 结果竟然认识了一个帅哥 所以他说来吧 你的问题都交给我 你跟你老公离婚跟我走吧 或许在你心目中 他就是你的knight in shining armor 我这样好像在鼓励你要偷情一样 我没有 OK 我只是在打个比方 那至于下面这个prince charming 则是我们 就是可以翻译成我们所理解的白马王子 他这个王子 他是prince 但是英文并没有说他骑着白马 英文说的是 他是一个很charming的 charming就是魅力 所以很有魅力的一个prince 我们就叫他 中文的白马王子 prince charming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边所说的 到底什么样的act of chivalry 是女生会很喜欢的呢 所以第一个说 waiting and making sure I get inside safely before leaving 这个强调的是 因为在国外 你跟女生出去约会的话 你可能送他回家 那你开个车嘛 对不对 那送他回家 你会看着他走进去 确认他进去了 他的房子居所里面之后 你才走 而不是他一下车 好了掰了 你就走了 然后留着他看着你的背影 车的这个 这个 那个什么灯来自 车尾灯 所以这是一个act of chivalry 你会等 and make sure the girl gets inside safely before leaving 在走以前 这件事情先做好 好像还蛮合理的 所以你看连这种小屁事 西方人都已经觉得是一个act of chivalry了 ok 好 那再往下看下来 这边说 people are acting like it's embarrassing or it makes you weak or to receive acts of chivalry 所以这边这个人说的是 因为我相信他的出发点一定就是那一个 就现在你知道性别平权的概念 所以女生不应该从一个受者的角度来去接收别人的歧视精神的行为了 所以或许有的女生会觉得说 干嘛 你不需要帮我开门 我自己开 你不用帮我拉椅子 你也不用跟我请客什么之类的 我们AA 所以会有女权主义觉得 我是不需要接受你这些东西的 好像也蛮合理嘛 对不对 因为这才是真正平等的 而不是那种女权自主残或之类的 所以他这里就才会这么说 people are acting like it's embarrassing 所以有的人就仿佛做得好像这是一个很丢脸的行为 like it's embarrassing or it makes you weak to receive acts of chivalry 或者你接受这种 acts of chivalry 就是一种让你变得很弱 变得你是弱者 makes you weak personally I love it when my boyfriend offers his sweater when I'm cold or opens the door for me 对他个人来说 喜欢男朋友给他穿他的帽衣 或者当他冷的时候 冷的时候给帽衣 或者呢 tid up 开门 opens the door for me accepting kind acts like that does not make you weak or less independent 所以这是一个 算是反女权主义的一种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吗 或许吧 好 但是我们看一看 然后下一个人说 my boyfriend always opens the car door for me I think it's a sweet gesture 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很甜蜜的一种举动行为 所以gesture这个字 一般我们可能 其实是我也讲过了 可能我们会觉得说 gesture只有手势的意思 有没有 所以gesture hand gesture 那另外一个字posture 则是你的身体的姿势 所以我们说 坐在椅子上 posture要好 或者站姿 posture要好 否则的话可能会有一些 身体久了之后 哪里疲劳或出问题之类的 所以posture就是姿态体态 那gesture是手的 可是gesture 另外一个延伸的意思就是 你所做出的举动 OK 所以我送你一个礼物 这个就会被理解为 也是一个friendly gesture 所以gesture不是只有手势 也可以是举动的意思 所以他这里在说了 他男朋友都会替他开车门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sweet的gesture 所以这里并不是手势 而是一种行为 这样子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chivalry 所以他也还是认为 开门是一个shivalry 所以好多人就觉得 开门拉椅子 这一种的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然后再往下看 然后我们下一个看的 大概这边说 Carry in heavy shit for me 所以替女生拿重物 这是一个act of shivalry 我想这个也没有错 很多女生一定都会这样想 然后下一个人又说了 这个是在臭屁 My husband is a gentleman and displays shivalry in many ways 所以老公是一个绅士 表现他的shivalry One of my favorites is that he always opens and closes my car door for me 所以他一定会替他开关车门 He hasn't missed once in over 15 years 15年没有出过过一次 好啦 很棒哦 好棒棒 OK 然后 does hand kissing count 亲女生的手算是吗 My date kissed my hand and it made me so happy 所以他的这个约会对象 亲他的手 然后让他觉得很快乐 原来让女生快乐这么简单 那下次我跟人家约会 我要亲一下手看看 看看是不是要贵单膝亲手呢 我不晓得 然后下面这个人说的是 他有替他暖车 你知道什么是暖车吗 就是在国外比较有这个观念 其实我想你台湾也有 就是那个车可能要发个一下下 那在国外更有这个必要 因为你不是只有让引擎发动热一下而已 你还让车子里面有那个暖气跑 因为你的车停在车库 那你知道有些地方很冷 零下十几二十度的时候 你先把那个车开一下 然后让暖气在里面 车里面那个循环暖气就变热了之后 你让你老婆再开车出门 就是很暖的一个行为 所以他说 he starts my car for me in the mornings when it's cold 就是这样 and will plug it in at night for me if I forget 所以睡觉钱的话 这个plug it in 我猜是不是替他接手机 搞不清楚 I don't care about opening doors or paying the bill or anything 所以他倒是不介意开门 这些什么事情 but if he wants to be a big strong man and go start my car in minus 40 就是40度 负40度 他如果愿意当一个big man 替我暖车的话 then I do not need to be a strong independent woman and will let my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come to the rescue 是在这里出现的 所以如果他愿意在 负40度的天气下 替我去暖车的话呢 那我也不需要当一个 很强的很独立的女性了 我会让他来当我的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让他来拯救我 come to the rescue I will let my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come to the rescue 所以come to the rescue 就是来拯救我这样子 所以他认为 他跟他老公还是平等的 We're absolutely equals but that doesn't mean I don't appreciate when he does things for me that he knows I don't like doing myself 所以 但这不表示 这里面好多的那个 富富得症的概念 但这也不表示 是我不会感激 当他会做一些 他知道 我根本不喜欢去 自己做的事 你看你刚才 连这个中文听起来都 蛮绕口的 有没有 我们再说一次 用英文先讲 that doesn't mean that I don't appreciate when he does things for me that he knows I don't like doing myself 我不愿意自己做 亲自做的事情 所以这不表示 我不会感激 当他去做一些 他知道我根本 不喜欢亲自做的事 好了 我讲了两次了 因为应该已经够了 or grabs my favorite candy when he's at the store without me asking 或者是他会在 我最喜欢的那个店 买我最喜欢的糖 而也不用问我一声 不需要问 他知道我会喜欢 所以some of you all 这个you all y-o-l-l 就是you all的意思 some of you all acting like a man doing anything for you to show some courtesy is just the worst possible offense 所以你们有些人 就觉得好像 男生替我们做任何事情 就好像是在冒犯我们一样 这样子 show courtesy courtesy 是礼貌的意思 所以你们有的人认为 这是the worst possible offense it's not 他认为不是 所以我们也真的不用觉得 西方人就好像都非常的 progressive 觉得好像他们都非常的 女权主义或这些的 也很多人事实上还是蛮传统的 说真的 ok 好然后 我们这边还有没有什么 这里有一个不错 所以我的老公 lending me his jacket or his coat when it's cold makes me mushy inside to be honest so make somebody mushy inside 我大概就可以把它翻译成 是让他觉得很窝心了吧 ok 所以这边有一个 make somebody mushy mushy就是软软的 湿湿软软的这样子很mushy 很容易就是 很容易就烂掉了 mushy 那也就是你的心里面 一下 这样 我在比喻什么到底 so make somebody mushy inside 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你把它翻译成很窝心 好像也是不错的 ok 好然后再看一下 alright 这是他一个爸爸说的 not a traditional shivery thing 所以不是个传统的 歧视精神 but my dad once told me 爸爸曾经说过 if a guy ever lets you blow your nose in his shirt because there aren't any tissues around he really loves you 如果有个家伙 他让你去 在他的衣服上 醒鼻涕 因为附近没有tissue的话 那他真是很爱你 所以他认为呢 这个 both hilarious and true 就又搞笑 又是真的 so I'm gonna go with that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的 act of chivalry so I'm gonna go with that blow your nose 就是醒鼻涕 所以这里又写一下 blow your nose 那最后我想要带我们看一下 这个 好 所以我们看这最后一个 yesterday my husband had a holiday off but I didn't 所以昨天老公放假 我没放 throughout the day he 所以在这一整天 老公放假 对不对 他干了什么事呢 did all of our laundry 洗了所有的脏衣服 did the dishes 洗了洗碗 folded the laundry 他把folded特别大写 为什么 因为或许对女生来说 男生会折衣服 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 我猜也是啦 因为我他妈也不折 所以他 好 折了衣服 clean up the house 打扫房子 and prepped our lunch 准备了午餐 your this sent me 我看了傻掉 因为我自己还真没看过 this sent me这个片语 我找了urban dictionary 后来才知道 一般来说 这个this sent me 是让我整个 爆笑或之类的 所以你看到一个梗图之类的 你就可以说 this sent me send这个字 我们一般理解是送 传送东西的送 可是现在有一个多的意思 这个东西 把我给送走了 很不好理解 说实在的 可是我也只能说 我就会接受这个说法 所以说这个事情 整个让我就觉得 本来刚刚讲的是爆笑 所以我想他想表达 就是这个整个让我就感动到翻掉了或之类的 好我们这样理解大概也够了 so it was so sweet and thoughtful and I really appreciated that he did all of that all of that for us ok好了下面都废话了 所以anyway 所以这个this sent me 大概算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一个片语吧 很新至少对我来说了 我不晓得他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 可是反正就看一下 ok this sent me 不一定是this 也可以是that ok so something sent you 送去哪 我真的也不知道 送去某个黑暗空间里去吧 anyway 好我们讲到这里大概也够了 ok 所以强调一下下 今天讲的这个 你的人生中的救世主 来帮你解决事情的 他是你的night in shining armor 穿着这个闪亮甲咒的盔甲的一个 一个骑士 ok 然后真正白魔王子 我们用的是prince charming来说他 然后刚刚说的gesture 可以事实上不见得是手势 也可以是你的一个做的事情 ok 你的一个举动 是一个gesture 而posture 则是身体的一个姿势这样子 ok 那使得谁谁谁 里面有点mushy的感觉 我们大概可以翻译成 让你很窝心这样子 blow your nose blow somebody's nose 就是心鼻涕 那somebody sent you ok 可是你看这个send 我还有另外一个 也不是说很新的用法 例如说我今天来找你 那来找你是因为我的老板 要我来找你 我也可以用send这个字 假设我的老板叫Michael 然后我走到你面前说 哎Michael叫我来的 那难道我一定要说 Michael asked me to come 这样讲 不是说这是错误的英文 可是我可以想象得到 一个外国人 很省字的外国人 他会直接说Michael sent me 也ok啊 对不对 好 所以somebody sent me 就是那个somebody 派我来到你面前来 要做什么事 我们再讲这样子 所以send这个字 好像用法式会蛮多的 那反正看一下 大概就够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